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这论坛挺热闹啊 这个很激动 好像说陆川还哭了 你说你们都算是就是第七代导演 还是第六代导演 就是现在都不说代了 我们原来说说第六代 现在你看都不 什么新生代中生代开始找词了 其实第六代还是第六代 或者年轻的或者新的一波导演 大家开始做自己的电影了 这里面就是慢慢的就像分化出来了 对但是但是中国人喜欢造声势 我觉得现在是一种理论上那种惰性 就中国人思维经常 他不是在这个社会生活里面 文学艺术创造里面 一点一点去发现 然后通过新的历史环境 运育出一个什么东西之后 再看他有什么样东西 他不是他等着 着急这波过去了 赶紧急啊 拆楼建楼是一样的 就这波十年 该下一代了 第六代赶紧的再找到 第七代 他的理论上这种惰性 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三代出来 二十五代二百五十代 那是这么弄下去就不好了 这这这回这个上海国际电视节啊 小木你也可以谈谈 因为你也是这个海外乔包是吧 就是哎 为什么呢 我我那天看上海国际电视节 那个晚会哈 我就看那俩主持人的分工 哎我突然间想起来啊 这几年啊 我主持让我联想到啊 这几年我主持很多大型活动的时候啊 我的一个那个怎么着呢 有点可笑 我觉得这什么可笑呢 就是说你发现没有 我们要一定要双语的 我们搞一个活动啊 那么这个双语 就是说这两个主持人啊 一个负责说中文 我说了一遍呢 旁边这女主持人吧 我们才有的是英语好的 他再把我说的意思 英语他再说一遍 因为实际你比如在香港电视台啊 他是要讲究一个观众利益的 就是说如果你的话用了一倍的时间 再用英语重复一遍 那么你对于中文台的观众啊 对他的是浪费了他的时间 他没有必要在这里听 你明白吗 但是你看我们包括人民群众也觉得这样上档次 你看整个就觉得 不会吧 是是是 你将来在中国忽悠什么活动 你记得一定得是双语 Ladies and gentlemen 你来双语 马上 这就反映了中国 我就说迈向国际化啊 所以这次要不说就讲到小帅他们这个 讲这个电影 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对冯小刚的这个话 有有一个感觉在冯小刚说又又又开炮了吗 又开炮了 说是说 不是说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吗 然后冯小刚说的原文啊 他说 说你是一个弱小的民族 他不是说你们日本啊 说我们中国 说你是一个弱小的民族 你所有的东西别人都不关心 或者人家只关心猎奇的部分 我们经常误以为我们自个儿很重要 但你确实不重要 冯小刚说啊 这个外国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大家也别不高兴 他说啊 人家对你的那个了解 就是个有趣 中国interesting 有趣是吧 所以呢 你的电影在你的国家产生很大影响的时候 你不用去消族事旅的时候 就是把自己的脚削了 就穿那个洋鞋 对吧 你这个电影反而有可能被别的民族接受 他会说呢 这个我觉得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障碍是这样的 很多外国人说我不明白 我看不懂 其实不是看不懂 是人家没有兴趣看懂 他说我比较悲观的这么认为 你们怎么看 我完蛋 这小刚说的话 因为我也是干这个的不好 多加过多的加以评论 你也开炮吧 他这个电影 其实其实我觉得电影 自己恰恰恰恰一个说明一个问题 其实电影就 他有他的多元化的一面 就是电影应该是有各种不同的观众 从各种不同的层级去 去读解电影 去看电影 有的是娱乐一点 有的喜欢看惊悚一点 有的恐怖 有的科幻 甚至有的作者 那其实在这样的区别下 一定会产生他这个解读电影的不同的层面 那么小刚说的可能就是 小刚比较着急的 可能是我们的主流电影 就我们中国的主流电影 小刚代表自己的主流 主流电影 像我们看到的美国电影 进中国一样的强势输出 是看到了这么一个 希望这么一种情境的出现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 就他就考虑 那我们这块的主流的价值观 如何让人别人强制 别人不感兴趣 别人看到可能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是民族 他不感兴趣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去消除势力 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主流对主流是不行 但是民间其实 我觉得电影还有很多别的一套方式 他是讲的 他这三句话不离他的本行 我是觉得冯导这个话 让我想起你以前说过的一个事情 就说这个日本人 就说会不会有一个互相关注的一个误差 这个误差是什么呢 比方说现在日本 那在中国人眼里或者说很多中国人眼里 是万人恨的 当然实际你越恨他就是你越注意他 对吗 实际上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据的这个分量是非常大的 对吗 这是个核心的话题 可是为什么我也听到有些日本朋友说 日本人并不是很多的去谈中国 是不是 他不是 因为他不是很关心的地方 就是他不想中国的政治 他本身年轻人也不关心政治 你想中国的电视剧一拍几十集上百集 日本电视剧十集就完了 一个星期才放一次 他没那么多时间 因为他的节奏 他的生活的节奏很快 他有那些时间他宁愿去喝酒 他不会说一个人搭在家的 下载什么东西 拼着看 接着看没那么多 日本电影 你也看 我也看 他电视剧很 你像日剧都是很短的 都是十集 很少有二十集的 他一个星期才放一次 七集八集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就是等于说这个电视剧在那边发展的时候 经过这么多年 他还就像那个经济增长或者像一个什么东西变化 还一点点逐步的一种不像 我们这块一上来 一开始投两级的 卡带 卡带一剧两级 现在当当当当当当 我们的增长需求是 不加不加控制 这是中国特色 中国建设 中国什么 干什么都是这样的 求大求快 求猛 越多越好 这样 然后越多在里面 可能里面的东西会 但是相比之下 中国的这个电视剧啊 好像还比电影牛 是吗 我觉得我觉得近几年中国电视剧真的还不错 发展的真的不错 就头 头开始的时候 你看大家都看一些港台剧啊 或外来剧啊 甚至墨西哥什么 那么后来慢慢慢慢的 我们这个电台一多 播出频道一多 内容需求量一大 然后交易 交易上的一透明 相对透明吧 好一点吧 那么这个量就起来了 而且制作就越来越好 演员吧 是越演越好 因为是熟练工众嘛 老不演戏他会深 越演越好 导演是越拍越熟练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要看到他的这方面 其实也素养 好看的质量 我觉得你电影好 是 他是这个越拍越好 但是我跟你说 我看的也越来越少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有了新的爱好 我跟你说 小学导演 这个我要跟你分享一下 现在就得这么聊天 就说 我们看美剧的呀 现在再看这国剧 就看不上眼了 看韩剧的 怎么着 我待会跟你说为什么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合力 掌握核心科技 你知道现在网上有个叫电视剧 比试链 比试链 就是比我比试你 对吧 就是说 看英剧的比试 看美剧的 看美剧的比试 看日剧的 日剧的比试韩剧 韩剧比试中国港剧 香港 要不我给你煮碗面 香港 港剧呢 比试中国台剧 台湾剧 台剧还敢比试中国内地剧 这有点不 内地剧有点起来了 但是内地剧比试谁呢 泰国剧 但中国萤幕屏幕上 有这么多剧在播吗 我都不知道 各个 台剧 港剧 网上还多呢 我真不知道 这个不了解了 而且你知道就说 我现在就觉得吧 一个 一个这种感觉啊 就是真的是被他们和平演变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对 你说和平演变 先把这说完 对 我就说呢 这个 中国的这个电视剧 我想啊 像他们说那个 甄嬛传 我想一定是好看的 那么多人就是反应好 我想一定是好看的 或者还有什么 但是老实讲啊 不想看 我一看他那张脸 我就看不下去 你知道为什么 我一看那个头 因为就说 你知道吗 我现在我们看多了美剧 我跟你讲 这跟中国的那种主流电影之间有差别 这是个工业的问题 这是个就是说 你啊 就觉得 你像他们有 有一个人就讲了 说 看美剧的一个叫实习医生格雷 看完了之后 再看新术 新术是中国一个电视剧 也是拍那个医院里的那点急救使什么 你看他就觉得马上就觉得就跟美军和和哪和跟人民军的区别一样 你知道吗 各种不适应各种节奏慢各种简陋差距就像大医院和镇医院的差距 你明白了吗 就是说 他那个制作呀 你就 我就认为他们现在有些作家爱讲情怀 我觉得不准确 我觉得啊 就是状态 状态就不一样 你看这个美剧出来的这个这个范儿 就是这样 就是说到这儿吧 我觉得我的我可以再说两句 导演导演 你才是专家 不是 因为我我就感觉到听出来就是说文涛啊 这块就就就就完 纯观众试点 就我们现在电影也遇到 就是我们说的话和纯观众的 对我们的这个这个不屑啊 或者是讥讽 拍什么呀 这美国电影呢 说你们电影就死吧 美国电影全进来 我们就看美国电影就行了吗 中国电影拍太难看说我们 那我们也是 其实电影嘛 不能光 如果光是全美国的电影进来 全挣美国 大家挣美国钱挣的更多 那中国电影要不要呢 对吧 还要 你还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我刚才看 你看电视剧也是你的观众试点了 那么其实从一个从业的试点吧 那我们要去 当然要看里面的问题在哪里啊 首先比如说你这个 刚才这么多美剧韩剧 是有没有在播 我现在不知道不了解 如果有都在播 网上 而且都是合乎那个不到版的 买来的版权在播 那我觉得首先这是个好事了 这倒是好事 因为你想除了美剧 还有泰剧 台湾剧 香港剧 还有这个这个 这个法国剧 什么什么 墨西哥 印度什么 它是一个生态 然后你去看 那个那个美剧 那么好多老头老太太 她愿意看印度剧啊 她愿意看节奏漫 愿意看韩国那个 那个很慢的那种增患战 她愿意看 这样的话 她可以自由选择 然后带给说 你说你说美国好的 不得了的时候 可能我母亲这带人说 哎呀那个乱 我看到那个 那我得承认 我父母亲 肯定看不了 看不了那个 那因此这就是给 给观众提供了 更大的一个生态 这个生态环境 让他们自己去选 但这里面有没有绝对的 相对也有 比方说我们这个内容量 起来也会确实 我们这边的制作的 当然费用出来了 演员这么贵 什么大家当期这么强 然后开始 那美国人呢 拍他的这个资金 和当期的保证 另外美国的电视剧员 就电视剧员 他不可能演电影 他很难去跑到电影去演 他这个差的很大 他就精进一夜 在演电视剧 你知道 那么这一切 他造成的这个质量 就在电视剧里 他会拔高 那我们这块也是混乱的 但电视剧我不太熟 这里面还有没有各种 制走的东西 广电总局的批 又审查 又受到审查 肯定也有 审查 这个不让拍 那个不让弄 没错 对吧 我就觉得 为什么 这个看美剧 你会觉得 就是说 怎么说 大家都是明白人 你会有那个感觉 这其实是一种 真正的审查开放 是有关系的 比方说 在美剧里 同性恋算什么 他很容易的 比如说 你拍都多王朝 很容易的 他就会塑造一个角色 和一个角色之间 可能是同性恋关系 这在中国电视剧里 不可想象 对他来说 这算什么 但是我们又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比较开明的世界上的人 我们就觉得他说的现在全是 很正常 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能理解 能接受的 像日本也是这样 他说到一个形象的话 他不一定是英雄形象 光辉形象 因为牛郎 一个主要演员 一个主角 一个子女 也是个主角 你现在在歌舞剧店 陪酒的一个女的 叫丽花的 现在在日本很红 虽然她不是拖的 她不是AV 她只是陪过酒 一个星期可以 陪酒 她只是陪酒 现在日本的 一流的电视 几乎每天都有她的节目 她生小孩 而且拍她的电视剧 像比赛一样的举行活动 演她那一讲 你已经混到这样 那她还陪酒吗 她现在已经不陪酒 前面的一个作家写书 那超景空现在还拍AV吗 他早不拍 在我们大陆活了以后 也不拍 年纪大人 那哪人 你接受 你接受 丽花 对 我想讲的意思就是 牛郎也好 子女也好 都可以作为一种 很光晦的形象 或者作为他们的一种形象 主人梦 来演这个戏 你就觉得很好玩 很有生活 听出来的 对 听出来的 暗内人 暗内人 所以说这个 就可以稍微多说两句 所以这两天 她讨论关于电影 那个事情 讨论那么火爆 就是说 我们这个需要观众 慢慢的去了解 因为你看 我对电视就不太了解 我也不知道背后 这个东西 观众也要了解 就电影的创作里面 现在这个东西 这个不让拍 那个不让拍 审查 确实 你想一个人的想象力 和思想 先给你走住了 先给你哭住 你什么都关系 想这不行 这个情况下 你再需要想 家族能求生存 那么有一个 现在有个理论 说你看 有个伊朗电影 叫一次离别 那么火 法国全世界那么火 大家那么喜欢 但中国不进来 不知道 那么火的情况下 伊朗也有审查 那当然说 你看 你们没有本事吧 伊朗审查也那么严格 人家派出一次别离 那我说 这有些当然也是个案 不能说完全这个 完全就说 有了一个好片子 就可以说审查是对的 我们也有霸王别姬 也有过 也有过的个案 但不能因为有过 他们说越黑暗 越挤压下面 会生出绚烂的花朵 这有可能某一个生命力很强 但不能挤压就对的 不能说是这种高压就对的 不让这个 不让这个审查就对的 这两个概念 对吧 那么在审查开放的情况下 可能出现会更多 更好的东西 会更加繁荣 现在只是一个东西 一支奇葩出来 那就不能说是对的 但是你觉得 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你 其实现在有时候 大家争论 互相吵架 但是而不交锋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是属于不同的话题 好比说 我觉得你们拍的电影 你在这个国际上来讲 成熟的国家 应该是艺术电影 这个院线 院线 他有一个专门的观众群 有专门的这个院线 井水不犯河水 井水不对 井水不犯河水 你不能放在一起说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 在另一类 就是所谓主流的这个类里啊 有没有一个活好 活不好的问题 你比如说我就在讲 你比如说冯小刚 我有一回在那现场看他拍片子 我印象非常深 他就是破口大骂 然后你一听啊 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那要搭一个酒吧的一个环境 他到那一看就破口大骂 说谁弄的这个道具 这么高级的酒吧 这么年轻的这个小姐的姑娘 能给他喝大扎皮吗 他就是他就会觉得这是属于制作的问题 我就会觉得 为什么我就讲 我从这个美剧看出来啊 这个面貌就不一样 而且呢 咱就说 我挑出一段 就最近挺火的一个叫权力游戏 权力已经放到第二季了 权力游戏 你就看他一片头 真的小事 这玩意儿也不能怪中国导演 他那一集电视剧的钱 超过比你一部电影 嗨要高 对 日本也一样 对啊 相安贵 但是呢 你就感觉啊 几十秒钟短短的一个片头 为什么就比任何 一下就射住你 为什么 我觉得这是各工种的这个活 音乐 这个特技 导演各方面营造出来 让你产生一种 嗨的状态 你知道吗 你可以看看权力游戏 我就给你看这个出字幕的这个片头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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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在里面找查局 这里面就可以仔细分析了 那么我们刚才说像我们看到操啊 或者制作不认真啦 或者是那种肤浅啦 幼稚啦 然后眼前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那么政策 你政策给不给 让我们能不能让我们解放 解放我们的手脚 然后这些东西呢 必须要有一点徐律渐进 把这个解除 这样大家 其实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段文明启示录 很有可能 很有点笨头是吧 对 这个这个清奇兵 尤其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